没事 王老板这么不信任我们 这样做生意可就没意思了 刚才华老板你也说了 我们要长期合作 长期合作 那这个头就必须要开好 现在这个点 你们酒店应该还没关门吧 那是自然 请便 天鹅酒家吧 我呢是你们老板的好朋友 但是我有急事联系不上他 他现在在你们店里吗 再的话麻烦你帮我叫一下他呗 他没到我 楼上出一步了 你听话啊 我给你话给他听 这样吧 你直接把他手机号发给我 我打给他 那么啊 那么又不当 这个是老板的私人生生 我们不方便告诉你 我是你们颜老板的好朋友 你们老板和老板娘结婚的时候 我都去过了 你们老板娘姓花 对不对 怎么 怎么 等会你先走 我断后 你还会断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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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能在这里撑一会儿 你就边跑 边通知王警官 听到没有 周围跑不了啊 那怎么办 又来不及了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王警官 看我们在绝境边缘能支撑多久 别急 绝境才能丰盛 那好啦 你记得呀 137106869500 这电话怎么合你 看来你把我手机和被听手的嘛 叶老板 这批货不便宜 要不是像天鹅酒家这么大的酒店 还真不一定吃得下 欧老板说笑了 我老婆说了 只要我们这次顺利拿货 钱不是问题 要不 我们明天就拿钱提货 钱不忙 你们今天远道而来也累了吧 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上午 我给你们电话 告诉你提货地 这个电话怎么会 做戏做拳套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你说 我们要通知王警官吗 现在还不知道交易地点 明天再通知 我们先去赴约 啊 你 不敢 开什么玩笑 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点小事算什么 倒是你 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那个群里的几百个迷妹 把我撕烂了怎么办 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你想对我负责 你干什么你 我在说正经事呢 我说的也是正经 我不用你负责 但我得对你负责 我必须要确保你的安全 你负责 如果他们起了疑心 我就自己去 你等我消息 不行 你也说了 他们那些人是罪犯 都没有什么底线的 解救幸存的鸟 把王老大奖赛 他们捉拿归外 这是不是你想做的事 那你一个人 也完成不了啊 只要是你想做的事 我都会替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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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手上有鸟 我知道你不放心 如果必须要有一个人 为此承担风险的话 我希望这个人是我 庄教授 这里可是我的鸟厂号码 怎么什么事情都要听你说的 不敢 只是给花老板提个建议而已 这也差不多 毕竟我的信都是年金的 言嘛 得要是言听计从的言 我看你才应该姓华 我看你才应该姓华 华言巧语的华 这个旅馆怎么跟昨天不太一样啊 是吗 是啊 昨天这个灯牌都没有亮 还有这个门 风一吹就会 霹雳啪啦鬼哭狼嚎的 试试 什么意思 怎么 怎么没声音啦 奇怪 昨天都有的 难道是我换听了 旅馆还是那个旅馆 只是你看待它的眼光不同了 会不会是因为昨天停电 所以会比较有阴森的氛围 老老 怎么回事啊 稍稍一下啊 又得到啥了 阴森吗 好像 没那么阴森啦 其实他从来都没变我 要不要试着换个角度 重新给他个机会 什 什么意思啊 我们在这里也不会住很久 说什么机会不机会的 齐心快乐 嗯 嗯 路边的眼花不要踩 没人跟你说过嘛 放心吧 是捡来的 试义 也一哗 试义 终算剪的不是花 是花言巧语吧 看花 看来是造木准备嘛 花言巧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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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言巧语吧